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10号举行的前夕 有大批巴勒斯坦支持者来到了典礼场地的外围 在抗议示威 呼吁外界要关注加沙巴人的悲惨境况 要求美国停止支持以色列 好你看到呢 有数以百地的民众就涌进到了好莱坞 唯独要通向奥斯卡会场的日落大道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巴勒斯坦国旗 还在高声咒骂好莱坞的一众名流 对加沙局势袖手盘观 更谴责沉默就是暴力 等待要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明星车队 还一度被迫滞留有一个多小时 示威者有些是来自于阿拉伯裔的社区 还有一些旧式犹太人 他们表示希望能借由奥斯卡 这个备受到大家关注的场合 能够唤起外界对于加沙巴人近况的关注 同时能够呼吁美国停止资助以色列 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至今已经造成将近3.1万名巴人死亡 超过了7.2万人受伤 有10万多名民众正在流离市所